能够做类似这样,反正最后就做按钮,然后把它输出 总共会有5个sub,最后多一个清除 就会有感觉,就是每一个按一下,自动就完成了 当然最后留下中文应该蛮简单的 其实根本也不太需要改什么 基本上就是把上面的层面贴下来 然后把这边改成小于0,或者大于127 那表示说他就不是在那个ASKIKO里面的以外的那些内码 那就表示他应该就是中文了 然后这边我把字切出来丢到F,那就完成 那再来最后清除的话,就是说我要把整个范围 这个范围清除的话 那基本上当然我可以的,其实如果清除 那你可以写一个回圈,一个一个慢慢把它储存格清楚 不过这个方法比较不聪明 比较聪明的办法就是你不要用Sales的物件 你可以用Range的物件 Range的话顾名思义,就是一个范围 所以以后的话,你资料复制其实也可以用一个Range 当然你一个储存格,call到另外一个储存格 不要call到这边 正式call一个 但如果你要call一整个的话,你可以跟他讲说,我这个范围 我要call到这个地方 但特别注意,你只要跟他讲 这个地方指的就是这个起始的位置 他就会帮你把这个位置 整个call到这个,并且帮你又再复制另外一份 也是一样,他会变成一个Range 这个方法蛮重要的,因为将来我们要合并工作表的时候 用这一招是最快的 当然你也可以一个慢慢call 不过用一个储存格慢慢call,变成你要写两个回圈 一个回圈是for i,就是列 一个for j,就蓝 然后还要一个个丢过去 你倒不如用Range,一行就搞定了 OK,特别注意 一样清除也是一样,所以Range物件很重要 之后的话慢慢除了Sales物件之外 Range物件你要相当熟悉 所以这里的话,如果要清除这个范围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一个Range 刮胡,你跟他讲开头在哪里 开头在b2的位置 冒号 其实特别注意,Range它有两个表示方法,你可以用字串 字串的话就是b2到f9 这个是用字串的方法 另外还有一个叙述方法,你会发现他这边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用sale sale到哪个sale 这个sale到哪个sale 其实 如果我要改成另外一个方法,你可以打些这个 如果你用sale,你可以打一个Range,sales 然后不过这个就比较麻烦 第二列的b栏 逗典 逗典 到sales 第九列的f栏 然后后面再后刮 清除的话就点clearcontent 点cl clearcontent内容 清除内容 这样子 不过你会发现 这个是一种写法 另外刚刚那个写法你可以写 Range 去刮胡 就等同于什么呢 b2 到f9 点clearcontent OK 特别之后,这两种写法都是OK的 那你想说老生你干嘛 没事 下面那个不是比较简单 你就写的 特别之后,有的时候呢 你就 因为你已经知道哪个初春歌 那你就用这种方式去表达 OK 如果你 这个字串,你也可以用字串表达 所以两个方法最好都能够熟 这样子的话你在处理范围就会 更加的容易 特别之后 然后那这边说明一下 这个也许注解一下 就把它当注 这个就参考一下 主要是以下面这个方法来组 最后的话呢 我们再把按钮做出 按钮怎么做 其实我前面都讲过嘛 就插入按钮 那就分别把这个按钮 然后按右键 指定控制 指定这个 然后呢 我习惯是 把这个复制了 做一个之后复制它 然后再贴 贴贴贴 再来就在这里改它 最后这样子的话 就完成这一题了 OK 所以我们就看到我要的结果 当然尽量 如果可以的话 工作上遇到的话 你就把它再多操作几次 其实大体上都差不多 所以我们在把这个程式里面的 最重要的部分 再回头看一下 如果你要累加 特别 不是 跟你讲 应该是 对 这个应该是 累加 这个是累加 累加的话 特别就是你 给一个初始值 去加 1之后存回去 最后把结果输出 这个就累加 OK 然后呢 如果你要串接的话 就是一个 串接空的 然后再让它去串 你要串的东西 串完之后再做输出 这个叫串接 所以工作蛮多地方都会用到类似的概念 然后配合回圈 配合逻辑 你就可以写出你要的结果 大体上应该都没问题 这已经算是 还 这一题算是难度比较高一点 如果比起之前的题目还来的高一点 OK 如果各位待会有时间 大家也可以再试试看更困难的 单元1里面 其实入门题目里面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也有提到 就是像那个 字串切割这一题 那这一题的难度也非常的高 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罗旗基本上这样 就是如果我今天要把什么呢 把里面看到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中瓜虎吗 反正就是这个瓜虎里面的这个资料怎么样 复制到这边来 我只要这个 OK 另外的话 他规则 本来我想说我之前有帮同约书 其实反正就是 方法很多 所以你要只要找到一个头 找到一个尾 然后把中间的资料放过来 用密的吧 翻密的头密的尾 切割 就OK了 我想说这样蛮简单的 跑个回圈找到这个里面的位置 然后切割过来 但是后来他跟我讲说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往下再找怎么看 在第 第五 第五这个应该都一个吧 第六的话 你会发现 最难的地方 就是他不止一个 如果一个就还好解决 但是他有可能有两个 有可能有三个 有可能有很多个 对 而且要把这个 复制到这边 然后中间还要加一个换行 就是你要把这个东西丢过来的人 然后还要丢过来一个 然后还帮他换行一下 换下一个 然后再换行 再下一个 OK 这个就最麻烦了 当然你们可以先试试看 不过 你们也许先做出 抓一个就好了 然后再去思考如何把全部的也都带过来 那这一题 我跟各位讲 这一题为什么特别讲 因为 这边的话呢 你就不能用for回圈了 因为for回圈 是你已经知道那个范围 就是我有几个嘛 比如刚刚几个字 几个字 L E N 或者几列 但如果你不知道有几个 东西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用另外回圈 对叫 do while do while回圈 do while回圈后面会有一个条件 如果这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 就去做 后面为true ok true的话就1 1也是true 如果为true的话呢 他就去做 后面会有个loop 也就是for 会配合 一个叫next 这个do while 就配合叫loop ok 然后 for回圈后面是fori等于什么1到9 然后这个后面就是加一个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 如果他里面那个逻辑判断 在为true的时候 比如说你让他去find find这个东西 如果有找到的话 找到为true 有找到 他就切割 一直在往下找 找的位置就不能再从这边找 不能从头再找 就这变成你找到位置 后面的这个位置继续再找 后面这个位置继续往后找 找到如果有的话 再切割 再放到后面 不过这个跟各位讲难度蛮高的 但是我程式有写出来 我会给各位参考 至少我会跟各位讲有这东西 但如果你现在还没办法马上吸收 没关系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 一个范本 因为工作里面一定会遇到这种 不定数的回圈 如果不是确定的 那你就不能只会for 你如果是只会for 你后面就写不出来了 OK 所以请各位也许 待会 刚刚那一题OK之后 也许可以看看这一题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OK 那为什么要讲do file 因为将来如果你要合并档案 也是一样 因为你资料夹 我怎么知道有几个档案 对不对 所以大部分都会do file 帮我找档案 找到没有了 那就离开了 因为你要合并 里面我怎么知道 除非说你已经算好了 假设100个 那你可以用for回圈合并 但问题是 大部分情况都是那个档案有的时候会慢慢 又会增加 又会减少的 那你就不可能用for回圈 也就是说以后你没有的概念 回圈基本上就是重复做 电脑帮你做 OK 但是你如果说有次数 的范围你已经确定知道的话 你用for回圈 但是如果你不确定范围 你要用do file回圈 这个 至于要怎么去 使用do file回圈 我们待会也许藉由这个范例 稍微跟各位讲一下 OK 如果你这两个回圈 的使用你都熟悉的话 那以后基本上 工作里面 你想要让电脑重复跑底式应该就会是 轻而易举的事情 OK 试一下 好 好 好